市政沒有蜜月期 台北市民要標配 韓華蔣市府儘快讓市政上軌道 民眾黨議會黨團齊聲炮轟 因為蔣灣才取消七點半成會 馬上就有歡呼聲 北市府公務員私下對話流出 高喊爽日子來了 主管早上不見人影 透露以前柯市府時期 七點就看到人 沒有會議記錄的會議 也不用列管 又沒有替代方案 而且只剩你這兩天 看起來是透過發言人跟您本人 對我們市民朋友再次的 做出了精神喊話 請問你這樣跟三加十一的報告 又有什麼差別嗎 正式不用搞得太假太矯情 為了去形塑自己 節儉又勤勞的人設 所以搞出一堆花樣 但是作為市長 重點我們要看的是效率跟能力 民眾黨也不要企圖 用消費蔣萬安來墊高柯文哲 不只取消前朝政策IP 民眾黨議員更緊咬 蔣市府小內閣沒到位 向市府會聯絡人玄缺中 衛生局長還是副局長代理 炮轟蔣市府無限台北 給的確是低配 前美市副市長黃珊珊也幫腔 蔣市府取消成會 在意料之內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管理方式 沒意見 只希望公開透明精神 可以延續 黃珊珊前副市長雖然一方面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管理方式 但另一方面呢 卻以卸任的副市長之姿 對現任的市府團隊直指點點 前後矛盾令人遺憾 前任市府標榜七點半成會 但這樣的成會方式 真的有效率嗎 從市政管理到小內閣 尋找速率 科獎開槓 一波又一波 三立新聞 王嘉鴻 楊姆君 SV小組 特別報導